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To The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我是阿迪 相信有發現是我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在YouTube界算是一個菜鳥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跟YouTube界的大家長 一起拍影片 我們今天有準備了一些問題 因為想要了解一些心路歷程 我們這邊取經一下 學習一下怎麼成長到 不要這樣講 等一下我們先準備一個道具 好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嗎 眼鏡我就知道 我現在聰明加了大概一百分 所以是零然後現在是一百 我現在是兩百 我本來就一百 那先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 要怎麼樣才能成為百萬YouTuber 很多創作者他們都是 一頭埋在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上面 一做就做五六年才慢慢被看到 所以成為百萬YouTuber 他的第一要條件是Perseverance 但是不代表你有Perseverance就可以 當百萬YouTuber 因為很多人是堅持堅持堅持 但是還是沒有人看到 所以我覺得他是 Perseverance plus luck 所以你們是我覺得蠻lucky 我們超lucky 一定有大概 有大概 99%的機會 你們會成為百萬YouTuber 99% 我認為 我自己認為 我的預測 你這樣壓力很大 你們只要繼續做對的事情 繼續做對的決定 絕對不會出什麼差錯 我們當時在做YouTube的時候 我們是說年底一千訂閱 我們就很開心 所以我們真的是運氣很好 我為什麼說你們 like in a perfect spot 第一個是 2019年開始 然後已經 gained some momentum 在2020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的媒體 傳統媒體也好 新媒體也好 也都是在這個平台上面 所以觀眾變多了 創作者變多了 大家眼珠子都在這邊的時候 你們現在竄起 然後你們是有一個definitive 你們初衷 就是 跳脫舒適圈 然後 光是這一個 你們可以做超多延伸的主題 so that's why I said good timing and bright future oh goosebump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你說 we are in a good spot right 其他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阿滴的studio 這裡通水特別好 你剛剛說你做YouTube大概五年了 六年了 你自己覺得這六年來 如果要緩回看的話 哪一些大的milestone 對人來說比較重要 我覺得過十萬訂閱 對我來說是 最大最大的一個milestone 我記得我開心了 一個月有吧 就是那一個月都 like ecstatic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是 有政治工作 然後自己經營自己喜歡的內容 有這麼多人回想回應 發現我的理念是可以影響他人的 然後開始看到一些 response kind of like a ripple effect 達到那個數字之後 才讓我決定踏出我自己的舒適權 辭職 然後就全職來做這個 我很喜歡很熱愛的事情 雖然那個時候 他可能 it doesn't promise pay it doesn't promise the future 但是 就是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就跳下來做了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會是 建立團隊 2017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自己的一些商品啊 像我們有出自己的雜誌 然後出自己的一些融線上課程等等 就是開始變成是一個創業家 這個是另外一個milestone 我覺得它是兩個身份的轉換 就像你做YouTube這麼多年吧 你最想要跟誰collab 最想要跟誰collab 國外的也可以 最近的話就是doodoo man 誰會說話欸 會說話欸 好啦 我看你沒有整身吧 沒有整身 對 這我主動密他們的 其實我們開始 做YouTube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們第一個人要跟阿滴合作 喔真的 一個人會問我們未來 最想要合作的YouTuber是誰 我們都同意 我們就是想跟阿滴合作 對 我覺得今天就是我們這頻道 大了嗎 我們其中想要做一集 就是要想盡辦法跟你合作 想要錄這個過程 然後他就密我們 好這集刪掉 集才不能用 集才不能用 所以回到剛剛問題 最想要跟誰collab 對 欸你不是回答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講出來 出了我們之外 我最近的話 可能持修吧 持修 今年的金曲的最佳新人獎 那你唱一首他的歌 直接cue我 那有沒有事在你的後腦勺 一直想說做這件事情 絕對可以幫助我成長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面對的勇氣 學日文 喔 紅豆泥 我很想要學日文 因為我很愛看動漫 然後也很愛打電動 就是我真的是蠻宅的啦 你知道Aaron日文蠻強的嗎 他在那邊亂講 他在那邊亂講 沒有我不曉 沒有你真的 可是你真的有學過 我有學過但是不想 就全部還給老師 這是基礎啦 很基的基礎 我也想要學習日文 然後那下次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你要會講日文喔 Hawk 我現在是真的 對啊我們還有很多年 這個virus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轉變 可能可以 你做YouTube那麼久嗎 說到遇到一些挫折跟壓力 你需要面對別人的流言非語 通常你是怎麼度過這種情況 我們都說 你看到第一則雙語留言的時候 你要太平酒 慶祝一下 喝起來 有同溫成外的人看到我們 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全部都是likes 你做得再好的影片 一定都會有幾百個dislikes 所以對於這件事情 我覺得 他是會慢慢習慣的 而且他是 像解體一樣 你會越來越習慣 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什麼東西 是真的 你需要吸收的 你要為了喜歡你的人 而創作 而不是 過度的放大去聆聽這些 專門來挑你毛病的人 講的話 因為他其實也不支持 他只是 隨意的留這個言 他就去做他的事情 因為我們自己卡在這邊 我覺得這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花的時間 是在支持我們的觀眾上面 這些人的feedback 才是最重要的 過了多久才領悟到說 我應該專注在喜歡我的人身上 我不要去理那些算了 其實到現在的每一時每一刻 都還是在提醒自己這件事情 因為你很難不被影響 所以他不是一個face 他是 你要一直 It's a constant reminder that you have to give yourself 我覺得我們很幸運 是因為我們兩個人一起做 就是我們會互相鼓勵 結果我看到他被酸的時候 我也會說 你不要理他 然後我也 vice versa 所以我覺得 可能好一點 你要怎麼樣挑釋 就是你每一秒鐘都要告訴自己 你大有支持你的人在 你應該要更在乎的是他們的聲音 很好的建議 但是數據上面的壓力 是你自己給的嗎 通常是我自己給的 但我最近有一直在挑釋 就是要找到其他的 得到成就感的管道 不要讓你的成就感只有單一的來源 你每一天都在收到成績感 而且你每一天都不斷在比較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自己的那個心理的平衡 是很重要的 對就是你的標準在哪裡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會 corrobs your passion 所以我的自己的一個建議會是 不要因為這個數字而開心 要因為真實的跟觀眾的互動 或者是因為創作的過程而開心 我覺得這是比較健康的 你做六年你會不會覺得很難保持 你可能十萬訂閱那時候的初衷 然後對你這個channel的熱氣 老實說的話是很難的 這個工作他困難的地方是 他是有一個興趣開始 所以他原本是內在動力 就是沒有人付我任何的錢 我也願意做這件事情 你們也是嘛 但是這內在動力 是會慢慢的被外在動力而取代而侵蝕的 所以當他從興趣變成工作了之後 你會很難區分那個工作跟興趣的感覺 你會慢慢流失那種 一開始只是因為喜歡而做的那個感覺 所以要一直不斷去回想 那個時候開始的原因是什麼 我的頻道的核心價值是我想要帶給觀眾什麼 我們之前就在討論說 我們現在24小時都在想我們頻道的東西 然後就說好多朋友的約都一直在推 結果可能我們剛好現在也是剛開始 想要把一個system做起來 我覺得一個可以做的 然後最立即會有效的是 要有休息的時間 然後要保養自己興趣的時間 其他興趣或者是其他喜歡的事情 其他生活的aspect 就不要讓工作完全吞噬了你的人生 其實家人或父母也沒有什麼聲音 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很支持 他們是事後才跟我講說 他們當下其實是不太放心的 但是他們也慶幸說啊 當下沒有說阻止我啊或什麼 也因為那個當下才有現在的成就 你們放棄本來這個工作的決定 一定不會讓你們後悔 聽到你這句話 你這句話就夠了 好我要接這個幾秒鐘給我爸媽看 然後叫他們一直replay 只要方向對 然後繼續做你們喜歡的事情 這條路絕對是可以做一陣子的 然後會得到很多很多的成就感 跟人生就是你就做到這件事情了 這個是我們10萬訂閱 你應該有說到一樣的是 我好奇Susan的last name YouTube CEO 我要怎麼唸 你念一次看看 我真的不知道欸 Wazuki 我們教你怎麼唸 是Wazisiki Wazisiki 真的假的 沒有啦 Please welcome Susan Wojewski CEO YouTube CEO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訂閱分享 按按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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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Tuderman 我是Eric 我是Ian 我覺得這個可以剪信bloopers 可以 我要從後面爬出來 OK 好 我是阿迪 Yeah